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波叔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梁省波生于1908年,出于1981年2月12日 波叔原名是梁士凯,一般人都称呼他波叔 他直观是广东的南海人,不过他在新加坡出生 他是华人粵剧界和电影电视的一代始组 梁省波曾经在华侨晚报的十大明星选举中 十四度当选,粤语十大明星 分别是1957年至1970年度 以及有一次当选十大电视明星 这是1973年度 就是这个选举中合计获奖最多的男艺人之一 而另一个和他同样拿到这么多届 最受欢迎次数的就是申马斯增 梁省波的父亲就是梁月 梁月就是星州的雄龄,星家月 梁省波在新加坡出生的 他的姐姐也是做粤剧的 就是雄龄花旗金 梁省波早年最深粤剧 就相当之傾慕马斯增 所以他年少的时候 就学马康来唱歌 后来他就说服了他的爸爸 就让他去马来西亚 拜这个大胆金做师傅 后来就获得大胆金 传授他各种古老牌场的演出 梁省波他十七岁 就开始下班了 他下班的时候就跟随丑生 Repeat gran 과琴 和鑼蝀ищ afterwards,给他客人就学历了 他的 ONGisl 아무ation 后来从冷却酒unal 以後有剩 challenges 这边他们的不能够 演出 担当小舞的角色 而且越做越好 声誉日龙 后来还升上去做文武生 成为了南洋四大天王之一 在1939年 马斯增在香港的太平剧团缺乏人手 于是他特别邀请梁省波加入太平剧团 担当文武生这个角色 梁省波从此和太太和女儿来到香港 留在香港发展 两年之后 在1941年 梁省波改投保顶剧团 然后第二年 日军大举进军香港 梁省波带她的妻子和女儿逃难 一路逃到广州 然后又由广州再次逃难 去到澳门 湛江和广西 当时都相当颠佩流离 另外在当时她和谭兰卿 刘克孙等人 组织了新太平剧团 在港西各个城镇巡回演出 在二次大战之后 梁省波回到香港 参加了新世界剧团 后来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就逐渐发福 身形不再适合做文武生 或者做小武器 结果班政家 邓十四 建议她和推荐她 改演丑生 转行当作丑生 梁省波本身天生有一个哄人开心的本领 很懂得搞笑 插科打运的功夫 真是相当了得 她先后在《仙凤鸣》、《初凤鸣》、《大龙凤》等 这些出名的粤剧团演出 并且奠定了她在粤剧界 和电影界里的鼎鼎大名的丑生王地位 在1950年 梁省波得到著名粤剧片剧家 任户花的忍战 开始拍电影 她第一个作品就是《临老入花虫》 这套戏是1950年的出品 那么多年以来 梁省波她参演过的粤语长片 和戏曲片 加上接近四百部 也曾经为电影《桃李曾春》作词 到了1967年 香港无线电视 即是TVB 就在香港啟播 开始播放 梁省波加入了TVB 成为了TVB的开台功臣之一 她就负责主持大型综艺节目《欢乐今宵》 达到数十年 直到她病逝前的三天 她仍然是参与TVB EYT的演出 去到1970年代 粤语片就开始昔眉了 梁省波也演出了不少国语片 包括了1970年的《恭喜发财》 《霜喜临门》和《家有言妻》等等 而且她也参与了很多幕后配音 今天和大家分享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RN与L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再见